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ostleGrade SQL 数据库系统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非常的接地气 初来乍到数据库 请多成长 请多关照 这感觉 初学者 咱们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三个 第一 是PostleGrade的命令行工具 PSQL的基本的使用 第二个 是数据库的简单操作 第三个 咱们再写一个简单的SQL文 看看该怎么操作这个数据库 非常简单 好 咱们一个个来 下面是我的实战演习的部分 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然后咱们直接就操作 我首先说 这行命令干什么 这行命令是Ubuntu下 我要切换到某一个特定用户下 所用的命令 咱们上期安装了PostleGrade SQL 对不对 那么它会在系统中 默认给咱们建一个什么 PostleGrade的用户 那也就是说 咱们如果想操作数据库 就切换到这个用户下 才能进行操作 同时 这个PostleGrade这个用户 会作为整个 您安的这个数据库的系统管理员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切换过去 好 咱们切完之后 看一下当前的PostleGrade数据库的版本 然后这行是-L 看一下当前的数据库的一栏表 然后通过这个 这个不是SQL语句 这个是系统命令 干什么 给咱们建一个数据库 我的数据库名呢 在后面敲上 空妈 Blog 小马博客 没问题吧 这个名可以随便起啊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当前数据库 肯定我就建了一个小马博客嘛 所以说在这行历史的命令中能够看到 然后咱们再通过这个PSQL 切换到小马博客 就是我进去 我进到这数据库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是首先说 咱们先进到这个PSQL命令行 然后默认呢 会打开小马博客这个数据库 然后我通过这个HARP 看一下命令行里所有的这个帮助内容 然后呢 -H 这都是它的默认的简写嘛 包括-Q退出 然后咱们再回来 再列两个简单的SQL 一个是显示时间 一个是显示数据库的版本 然后咱们再退出 然后用这个JobDB 这个也是这个系统命令啊 不是这个SQL 删除小马博客数据库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当前数据库 是不是已经删除 好 这是咱们简单的 今天的操作过程 您说我太快 没说没听明白 没关系 咱们一行行的实验啊 好 咱们看啊 这就是我的 这个这个 这个Ubuntu的这个数据库系统啊 好 咱们上期装完之后 咱们首先干什么 按照我的课件 先切换到Postgres数据库 没问题吧 回到这个Postgres的根目录 看一下 这个目录是它的根目录啊 不是后目录 然后按照我的说 刚才的课件 先看一下 当前数据库的版本 咱们上期看过了吗 9.5.12 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干什么 Postgres-L 看一下 这个服务器 这台服务器 默认有哪些个数据库 或者说已经建了哪些数据库 看一下啊 Go 来大家看 默认有三个数据库 第一是Postgres数据库 这是系统数据库 还有两个模板数据库 模板0跟模板1 它们都属于Postgres系统管理员的权限 没有问题吧 好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有三个数据库 接下来我要建个数据库 怎么建 刚才的命令 Create 会英语的朋友一下就会啊 DB 空格 然后敲上咱们刚才的数据库的名称 这就随便敲啊 我呢就敲小马博客 口妈 Blog 咱们通过这个建个数据库啊 Go 建上没问题 但是它没有给它提示说 已建成这个有点不太友好 好 然后咱们在Postgres-L 显示一下 哎 怎么样 出来了吧 这个地方 小马博客 建出来了 没问题吧 OK 然后咱们通过 PSQL 然后进入 小马博客 其实它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进入PSQL的命令行模式 同时open 打开小马博客的数据库 这个是一起执行啊 OK 没问题 咱们进来了 这是它的命令行 咱们在命令行下 按照我刚才说 先敲help 看一下这个命令行都有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 就是这么几个嘛 看版权 看帮助 看PSQL命令的帮助 等等 然后退出 咱们试试啊 比如说 我执行-h 看帮助 后来我-h还出不来 我试试啊 因为我是在虚拟机中运行 没问题 大家请看 这是标准的SQL的帮助文件嘛 有很多 每个SQL该怎么使呢 这个地方是一目了然啊 OK 点q退出啊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问号 这是系统命令 这就是说 我在这个命令符下 能干什么事 这个是PSQL的功能 刚才的那个SQL 是SQL语言的功能 咱们叫分开 好 按q退出 没问题吧 接下来 咱们再看一下 当前说句一栏表 杠L 哎 怎么样出来了吧 我的小马博客 是不是在里面 没问题啊 哎 感觉这个PSQL 还是挺简单的啊 命令和模式嘛 对不对 好 咱们再来啊 我杠Q退出 不是 斜线好像还就不是 我这个键盘的斜线啊 哎 咱们回到这个终端 刀了伏下 没有问题吧 好 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再进小马博客 执行两个简单的SQL语句 比如说 咱们执行一个 select now 看一下当前的系统时间 我现在应该是 2018年3月17号 所以咱们看一下 回车 大家请看 现在时间是2017年3月17号 我现在是晚上 在家给您录教学视频 现在时间呢 是11点36分35秒 也是比较辛苦啊 微大服务 其实这还 谈不上微大服务 这个是我一个兴趣啊 我就喜欢做点这种 技术视频 也算是我的技术博客嘛 一般是写博客 敲汉字 我不愿敲 那我就做视频 其实一个效果 好 怎么来啊 咱们再看一下 当天数据库的版本号 version 没问题吧 这个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now 这个version 这是什么 这个是Postgre数据库 给咱们提供的系统函数 它这里面呢 有多如牛毛的函数 这个需要都掌握全 没必要 用的时候去查就可以啊 好 咱们够啊 你看 我先用的版本号出来了吧 是9.5.12 然后我装在这个Ubuntu上 是64位机 都没问题吧 包括这个Ubuntu的系统核心 都能看得到啊 非常简单 然后呢 咱们再点这个退出 因为我这一个视频 不能做太长时间 退出之后啊 咱们再干什么 看一下当前数据库一栏表 我现在干什么 要删除这个 选拔博客这个数据库 好 咱们试试啊 用系统命令 不是用SQL命令 dropdb空格 coma blog 回车 它这没有提示 其实不太友好啊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哎 怎么样 就删掉了 通过咱们这 今天这几行操作 您是不是觉得 PSQL这个命令行工具 挺简单的 没什么了不起 是吧 对 它就是没什么了不起 我刚才把这命令 都从道尔给您敲了一遍啊 非常的简单 您通过这个 我刚刚给您演示 您会觉得 这个数据库 我还是可以学 可以学 一多不加深啊 确实是我呢 其实现在我给客户提案嘛 经常推荐使用这个数据 因为客户 一般客户都是跟国内一样 我想多干事 多快好省 我就不想花钱 我还想要稳定 那怎么办 用免费开源 而且呢 非常著名的数据库 那我怎么推荐 就这个Postray 没有之一 为什么 只有它是免费的 里面的最好的 买SQL不行 走下坡路 不推荐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介绍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 今天的我这个代码的样例呢 都会放到 看中国的Git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让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优优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翻墙 翻下墙 那个练练金骨 去YouTube进行观看 给我朋友 我现在那个频道 订阅人数还不是很多 希望您能够支持我的视频 好 那咱们下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